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歡迎大家收聽香港出路網上電台的節目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發生在香港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香港出路網上電台的節目的目的 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評政府 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得不當 大家發洩一番就算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以及建議我們每個人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以做些什麼能夠令到問題真正被解決 好了 今晚除了李永康和我一起走論這個問題 我也很高興再請到朱紀平先生 大家再探討香港全世界的熱門問題 經濟這個海嘯 最近又看到了 可以說破紀錄地回升 那個紀錄股市的回升 破紀錄 或者很多史前未有這樣的聲幅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大喜大樂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一直都探討過 如果大家在網上留意 或者香港的新聞 其實都有看到 在美國的一般的百姓 都不覺得美國政府應該用納稅人的錢去救 救這些面臨破產的銀行 或者其他的金融機構 但是很有趣 在最後在投票裡面 竟然很多美國的參議員 眾議員都改變初衷 是投那個支持票的 當然大家都有想過為什麼 很多人都知道 在過程裡面是很多政治的妥協 也有很多利益的輸送 譬如有些州 如果聯邦政府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關照著 譬如麻省或者加州 他們就會投那個贊成票的 那在一般的 那些人為什麼反對 包括香港也是 最近好像香港也有個調查 在街上的調查 就是認為香港政府 應不應該幫銀行 拿我們的儲備金做戰抵費 其實結果大部分香港人都覺得不應該的 那當然是一般人的反對的原因 通常都是覺得 投資當然是有賺有虧的 賺的時候不見你分 又不見你給大家 拿分給大家 那虧的時候 就要政府拿納稅人的錢 來幫你救你 所以很多人 除了那些 本身已經是 因為這個投資失敗 而受到經濟損失的人 就會希望政府救市 你可以看到 大多數的香港人 都是有這個感覺 就是投資的東西 當然是有賺錢 有虧錢的 所以多數都不贊成的 但是在 為什麼全世界這麼多的 國家的元首 都齊齊走入 所謂救市的行動 很明顯 大家都怕 整個世界的經濟會崩潰 所以你可以想到 如果你是美國的參與營 或者是香港的議員 之而之也好 如果別人這樣跟你說 如果有些經濟學家 這樣分析給你聽 如果你不去救他 可能是整個地球的經濟都會玩完 除非你自己是一個很資深的經濟學家 以及不是普通經濟學家 不是一個建制的經濟學家 是一個真的了解成建問題的來龍去脈的經濟學家 除非你是這樣的人 基本上你都很難有信心堅持 為一般市民的意向而去投票 事情發生就是 很多政府都決定要救市 我們介紹了幾個網站 給大家參考 其中一個是之前我也說過 就是一個網上的一個片段 卡通片段來的 四十多分鐘 叫做 Money as Debt 而最近呢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大概只有今年了 出了沒有多久 因為你看看片段的內容 應該是最近兩三個月的事 有一個另外一個紀錄片 叫做 Psygeist Psygeist Addendum 其實Psygeist 這個片段 是很多年前 一直在網上流傳的 即是追溯各宗教的起源 看的人是數以百萬計的 而今次這個呢 竟然都是短短一個時間裏面 都竟有成好像二三百萬人看過的 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 真的去看一看這個資料 這個Documentary 那我自己感覺呢 這次Psygeist Addendum 差不多是這麼多的紀錄片裏面 差不多是數一數字的 真的非常非常之做得非常非常之好的 那基本上那個真正正正了解 這個經濟問題的人呢 都可以這麼說呢 他們都會繼續反對 反對的原因就是 根本這個現時的經濟這個波動 根本是預測的 是無可避免的 是一定會發生 以及一定會重複發生 一定會將來都會發生的 好了 如果我們強行去救這個 根本是有缺陷的經濟的體系 基本上呢 我們那個問題呢 地球上那個經濟問題 地球上世界人那些貧富如蜀的問題 很多人類的戰爭的問題 其實呢 基本上呢 都不會有機會去解決得到的 我們只不過呢 將問題呢 是繼續拖拖拖拖拖拖 所以呢 有些真真正正應該反對的原因呢 就很可能呢 就不是一般人心目中 現時反對的原因 好了 如果大家是有機會去深入一點 去看過這兩個片段 其實網上這個片段 是不知兩個 是好多好多好多的 那 根本上的解釋呢 如果我用大家 以前我都企圖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經常這樣想 我們地球的經濟 每七年半 或者十年 就是一個大波動 高高低低 那我經常都問自己了 其實呢 在這些高低裡面呢 相信呢 我們大部份人呢 而事實上呢 大部份人的消費行為 大部份人的工作行為 生產的手法 其實完全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大家都照上班 照做事 照生產 照消費的 但是呢 偏偏呢 不知為什麼呢 突然之間呢 經濟低低低低低 待會又高高高低低低低 那就是很明顯呢 是完全跟我們 真真正正體驗到的 社會的現象呢 那好像是 好像是不拉家的 好了 那令到很多人開始想呢 其實到底我們經濟 是怎麼搞出來的呢 那 那 看回這兩個紀錄片的人呢 希望大家真的去看看 因為我相信呢 這些資料呢 就算你是經濟學家畢業 或者讀了PhD 你都可能都不會真真正正 有機會了解到的 那 原來呢 我們那個地球的經濟那個問題呢 包括我們地球上很多的 所謂貧富漁存 那個財富的不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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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些這樣的 我在我們的政綱 我都經常都強調 為什麼很多人呢 就是做生做死 做一世呢 是到頭羅呢 大部分人都得過吉的 那當然有一種簡單的解釋 又說有通化膨張 是吧 你會追不到物價之類 那就是很表面的解釋 那大部分人呢 對整個我們經濟的體系 那個基礎 那個結構呢 不了解人呢 都很多時候呢 就這樣以為就是這樣 那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那其實呢 如果真的大家去深一點去看看呢 其實是不是這麼簡單的 我們整個經濟的體系呢 那個問題呢 是出處在我們整個貨幣 系統貨幣製造的過程呢 可以說是 有些人呢 就是有些人呢 會到時到後 就會破產的了 到時到後呢 就有些人呢 就全軍覆沒的了 那就是說呢 大家是真的去看這個片段 因為始終我也不知道 可不可以在短短15分鐘 或者10分鐘 可以解釋到整個機制的 那所以說呢 這個是 我們一天不去正視這個問題 而全盤去徹底去解決 去改我們整個貨幣的那個 那個那個生產啊 那個貨幣的流通啊 那個問題呢 我們基本上呢 是可以這樣說呢 是人類的問題呢 是會繼續繼續 不斷地出現的 那簡單來說呢 我們這個問題呢 是基於我們現在所謂的那個 叫做fractional reserve 的bending system 中文應該怎樣怎樣 fractional reserve的bending system 基本上呢 就是很多時候呢 你會問一下的 為什麼銀行突然之間有這麼多錢 突然之間說沒有錢了 其實有什麼發生得這麼厲害呢 那其實呢 真正的原因呢 根本銀行所謂有錢呢 其實由頭到尾都是空的 根本整個我們整個經濟的體系呢 就是要由 譬如銀行裏面 我們有些所謂 我們以為國家銀行啦 Bank of England Bank of Canada Fedal Reserve Bank 其實很多這個所謂中央的私人銀行 那它呢 就是被美國政府呢 是授權可以印銀子的 那這個銀子是怎樣呢 是美國政府可以發行錢 那美國政府自己沒有去發行的 那叫Fedal Reserve Bank 那個聯儲局呢 就說呢 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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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就向你借錢 那就借你 譬如十億這樣 那我就從你借錢啦 於是乎呢 你呢 就 印發了一些這樣的 Credit Note 那美國政府就幫你印些銀子 那就說呢 這個就是正式的Currency 好了 那基本上 現在整個銀行的體系呢 如果你是有十億的銀呢 這個就是 當是美國政府向中央銀行的交易製造出來的錢 那其實這個錢呢 就是美國政府說 我借錢這樣 那我借你十億 那錢就是這樣來的了 就是說呢 錢的基礎呢 就是那個債來的 就是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債 那我就有錢製造出來 好了 那銀行呢 就當它有十億了 那但是十億的流通呢 它就有權呢 就可以去借錢給別人了 好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美國政府告訴你 我借了你十億 那所以你的資產呢 就是十億了 那跟著呢 這個銀行呢 就可以呢 是去借這些錢 是借給其他人了 或者借給其他銀行 其他的分支銀行 其他的私人銀行 那銀行呢 就有些錢借了 那它一借給別人之後呢 它不可以借全的 它借十分之九 那九億可以借出去的 那如果那個人呢 就借多你九億之後呢 那變成呢 因為有人借你錢了 那就是他又欠你銀行債了 那銀行突然之間呢 他的資產呢 又多了九億了 好了 那有這些九億呢 那就是說 我有資產了嘛 那變成我是有能力去 再發行錢再借給別人了 那簡單當然呢 你也不可以借全的 你不可以說九億借全給別人的 你只能夠借十分之九 好了 那你有能力呢 有權力呢 就所謂發行 你有credit了 那你就借給別人了 那別人又來借錢了 他一借你借你 借你這個九億呢 那你銀行呢 即九億的十分之九 那銀行突然之間呢 又有credit了 又有acid了 那可以這樣說呢 他又有能力再去借錢了 那將來看到呢 由頭到尾呢 由一個一個十億的基礎的 所謂那個儲備 那其實這個儲備都是空的 那美國政府說 那我借你這麼多錢了 那我將納稅人 即美國政府還給你 那就是納稅人還給你 那從頭到尾呢 從來是背後沒有任何金 沒有任何銀的 全部都是一個借貸的 因為有借貸 所以就有金錢製造出來 那它不斷的令到方法去製造金錢 那所以這個銀行呢 就可以呢 毛中生有 就變成很多很多錢了 那就是說呢 這個錢是空的 今天二頭到尾沒有東西的 那所以突然之間呢 它一爆炸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看到呢 為什麼突然之間 銀行說沒有了錢 會破產了 你按一按一下 你知道原本那十億呢 用這個方法去製造銀子呢 製造了多少錢呢 是九十億 即每十億可以變成九十億 那如果本來十億也是一個借貸 那現在還不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現在我們的社會 這些都是比較正常的製造銀子的方法 但現在我們有一些銀子 是虛幻到是無色無形無味的 是存在於我們電腦的軌影 叫做M4和M 即是我們的衍生工具 即是說我錢上面再可以印錢 這些是完全不需要儲備 完全連信字都節省的了 所以我們今時今日 才有這麼大的金融海嘯在這裏 那好了 那之後你可以看到 你看回那個紀錄片裏 他講出很多的有很多幾好的數據 那麼他說呢 根本在現在地球上 是有 只是有1%的人 是擁有地球上40%的財富的 在今時今日呢 在地球上 每天有成三萬的三元仔 是因為窮困 營養不良而死的 有百分之五十的地球人 是生活呢 是少過兩元美金一日的 而整個的現象呢 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呢 我們搞到這麼多事情 有些所謂的國際貨幣 國際貨幣的基金 世界銀行之類之類 在不斷很多地方 去幫助發展國家去脫貧 但是最終最終呢 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根本呢 那個貧蓬的問題呢 基本上呢 是根本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整個那個 如果大家有真是仔細些去看一下 這個紀錄片呢 以及以前我提出那個 我建議那個 money step 可以這樣說呢 我們整個地球的經濟呢 是建於債券 債的方面的 如果我們有一天呢 我們那些人呢 是自己都覺得呢 我們不要欠人錢了 全部把債還了 那整個地球的經濟 是馬上崩潰的 那你要看呢 其實如果你真的了解 我們整個那個 經濟那個基礎呢 根本是荒謬到離譜的 但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們整個地球人 都在那裡自己 自己欺騙自己 自己欺騙自己 那到今時今日呢 有問題 不斷地一路一路地出現呢 都可以看到呢 我們都是未能夠從中醒覺 從中去醒覺到的 那在這個片段裡面呢 他其實呢 還有一個片段 是挺好的 那最近我們都 在我們都 都介紹了一本書 就是那個 經濟殺手的自拔 的告拔 那這個John Perkins 他是CIA的Agent來的 那他以前的工作呢 就是專門幫美國政府呢 去拖納人家的經濟 那他呢 那本書寫得很詳細的了 基本上一般的 美國的政府 去怎樣去控制那個地球 控制人家的拖納人家呢 那通常呢 他就會想找些人呢 通常是一些顧問 經濟顧問 去一個國家裡 是賄賂那些元首的 譬如有一個總統或者是 是霧升起來了 那就是很得大眾的支持 那這些這樣的經濟殺手呢 就會去到呢 就會去到呢 會去到他 會去到他 那通常他很簡單 用這手法呢 就是說呢 你們國家呢 是需要大使的 那個基建的方面 要發展的 那不要緊的 我們呢 就會借錢給你去做的 那你做基建裡面呢 你扣得甜頭的 那就是幾幾百億的 幾十億的基建 不多不少都 分回你一兩億的啦 那他用這些手法呢 就開始呢 就是把一個國家呢 進入一個舉債的行動 就是你要做這個 當然要借錢啦 好了 那這些人呢 就被這些經濟殺手呢 就是哄到他呢 去借錢的 但是這些錢 通常呢 是不是用在當地人的 那個製造多年人的工作 給那些當地人呢 大部分都不是的 通常這些錢呢 就是請回美國那些 那些建築的那些大企業呢 來幫助你做大事的基建工作的 那所以根本的錢呢 從來都沒有說 真真正天出現過 在那個國家裡的 只不過呢 就給了一些美國的大企業 大企業家呢 就幫助他們呢 就是請他們回來 幫你起橋 幫你起鐵路 那當然呢 不會當地的 有錢的人啊 企業家呢 那根本是同中是有利的 所以 到頭來呢 一般的人民呢 是從來不會得到任何的好處的 好了 如果發現呢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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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首呢 那個不受他利 即是不聽洗的 不想跟他 不想走這套的時候呢 那麼他就下一步呢 就出那些叫Jacko了 Jacko呢 通常呢 就是真的殺手了 這個不是經濟殺手 是暗殺那些殺手來的 那要不呢 那要不呢 就令你飛機奪機 是吧 要不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車有意外出現 政變呢 很多時候 或者用政變的手法呢 是推動你的群眾呢 用公關的手腕 是推動你的政變 那好了 如果最後連這件事都不行的時候呢 那就簡直就是那個 軍隊是武力入侵 那現在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現在是這樣 但其他的例子呢 我相信如果大家 當然啦 香港的傳媒呢 不西方會聽到 一般的西方的大眾傳媒 也都不會 不西方會知道這個真相 通常呢 你都要靠你自己 在網上去找的 那他給了很多很多例子 是那個Guardemana那時候呢 那個United Foods呢 是因為那個Banana Banana的王國呢 是怎樣呢 在裡面呢 是搞政變的 Equador 是那個總統 坐墮機的 巴拿馬 那個總統 又很快就墮機死了 那最近呢 威尼瑞拉那個呢 就幸好 他搞政變不成功 因為始終那個總理呢 是好心得人身的 那伊拉克又另一個例子呢 你都看到呢 出到最後那招了 不行啊 他錄你不到嗎 殺你不到呢 因為 因為 因為侯蔡恩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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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侯蔡恩曾經 幫美國政府 暗殺其他領袖 他知道整個遊戲 怎麼玩 所以一直都是搞他 不到的 最終是出動軍事 直接進去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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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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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進去進去 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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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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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career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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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希望呢 我們香港人真的要真正正的 能夠 這麼 many babies 我怎麼去講自己呢 就是 遇到最喇到自己的思想 реш 去了解我們的地球 正真正正正發生的什麼事 真正正來看看 就是看 這個 sculpture 是拍得非常好的 是很容易去明白 而且真的很值得 不单止自己看了 希望你们继续把连线介绍给朋友 我觉得越多人了解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地球是真真正正有机会 可以早些改造的 好了 今晚的嘉宾朱企萍 他在这方面一直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但他有一向在发展一个做人的科学 他由他模式的模式 他觉得有另外一个观点 另外一个方法可以看到 我稍后再讲一讲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如何去寻找一个解决方法呢 那我先给James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觉得在另外一个观点 是怎样看这个问题 好 其实你刚才说 我以前都想过很多 我前一次电台节目 我都有提过 我在70年代 在美国住的时候 因为美国那时候 突然之间 经济 大衰退 再加上 通货膨胀也很厉害 我总是不明白 为什么 自己在想 自己做一个很简单的模特 我上一次也提过 一开始就是 一个人的世界 一个人 就要自己自工自给 什么都要自己搞定 然后我就创造一个 两个人的世界 两个人的世界 开始的时候 都是大家 你找你吃 我找我吃 但是有一天 其中一个人 就发明了一只矛 他可以一次过 杀死两只白兔 以前就杀死了一只 现在 因为他发明了一只矛 他的效率提高了 提高了 提高了之后 他就会想 我一天只吃了一只白兔 不如我跟另外一个人聊 谈谈 你帮我收拾屋 我出去打猎 我杀死了两只白兔 一人一只 好不好 那么 那个人想 挺好 我不需要出去打猎 我就和你收拾屋 就行了 我又容易 你又容易 大家都开心 这个就是一个 所谓的经济的起源 就是两个人分工合作 一个就是打猎 一个就是收拾屋 大家都舒服了 换句话说 他的生活水平 两个都提高了 然后一路呢 就可以继续演变下去 这个两个人的世界 可以变为四个人世界 八个人世界 十六个人世界 一路演变下去 那演变最后呢 成为我们今时今日的世界 就比较很复杂 但是那个概念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呢 大致上来说 就是分工合作 我是做某一样东西 因为我做的效率是很高 那可以呢 比如现在的 最重要就是食物 那些农夫 他们的生产力是很高的 那他可以呢 以前呢 就种的那些东西 够一个人吃 但是现在呢 种的那些东西 可以够几万人 几十万人吃 那变成了 其他那些人 就不需要再去 去种那些道了 就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来使得我们大家的生活 舒服些 那我们交易 用这个模式来看 那我就得到有几个结论 你可以幻想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 好像一杯水 那样的 好像一个很高很瘦的玻璃杯 那有水的 那譬如一家人 四个人 那有四杯水 那这四杯水 可能高低不一样 譬如 爸爸妈妈 是退休的 那他的生活水平是低的 他赚了很少钱 那些子女 两个子女是做工的 那他的生活水平高 那就有高低不平 但是呢 你如果把四个杯 合在一个 你一样 得到一个所谓average 一个平均的生活水平 那你可以呢 将这个概念 一路推展出去 推展到 譬如整个香港那样 如果你把香港所有的市民 都是有自己的生活水平的 但如果你可以把香港全部集合 你可以得到香港市民 一个平均的生活水平 那香港有自己的平均生活水平 美国也有自己的平均生活水平 大陆也有自己的平均生活水平 那我用这个模式 我就得到一个结论 首先第一个结论就是 在任何一个时间 无论你那个范围是什么 譬如我的范围可以是一个家庭 或者是整个香港 那个生活水平是固定的 什么意思呢 譬如我只是说香港 譬如在这一刻 香港全香港的平均生活水平 是某一个水平 但如果其中有一个人 他突然之间是赚到很多钱 那其他人的生活水平 一样会降低少少 因为那些钱一定要有来源 就是那个生活水平要有来源 就是换句话说 香港在某一个时间 和某一个地点 一个范围里面 这个生活水平 那个容量 你可以用容量来解释它 是固定的 那如果有一个人高一点 其他人一定低 那当时在1970年代 另外美国的情况 就是突然之间 那个石油输出国 OPEC 将一些油价加价 突然之间加价加得很厉害 那变了在OPEC国家 即是铲油国家 他们的收入提高了 就是换句话说 他们的生活水平全都提高了 但是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一定要下降 来补充它 因为它两个国家加上 生活水平是固定的 如果一个要提高 另外一个一定要降低 这是第一个定律 我得到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 这个生活水平 就有那个 我叫做来源 源头 和一个 减低生活水平 一个好像下水道 那个源头 可以增加生活水平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科技发展 科技发展 发现新的能源 发现新的资源 任何一种资源 天气很好 效率提高了 做事 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增加这个生活水平 另外 减低生活水平的是什么 比如有战争 有战争 有社会有矛盾 罢工 甚至乎塞车 都可以降低这个生活水平 那么 在这么多理由里面 最重要就是战争 凡是有战争 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一定会降低 那么 我这个model 我当我建成之后 我留意得到 就是 我没有用到 钱 这件事 因为整个model 那个 假设 就是以物换物 或者以 服务来换物 就是 就这样交易 没有放钱 如果我把钱放进去 有什么情况 我就留意得到 那个钱 本身 是没有价值的 价值是我们给它的 比如我说 一元代表是什么 现在来说 一元代表我买了一条油炸柜 我不知道香港的油炸柜 是否一元条 可能不是 在大陆仍然是一元条 几号子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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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子也有 就是一个代表 如果它本身没有价值 就有一个问题出现 什么问题 就是它代表价值可以变 这个比喻 就好像你有把尺 你拿来量度 但是这把尺 是橡胶做的 你可以拉长缩短 那就变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 就是那个价值会变 它变不是本身 我们那个生活水平变 我们的生活水平其实没有变 因为我们 譬如我们在今时今日 以今时今日的技术 科技 我们做事的效率 我们做 那个工作的时间 长短 是决定了我今时今日的生活水平 是什么 这件事不会变 无论你的钱是什么价值 都好 这件事都不会变 我有时 我想到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 一个 一个案例 就是什么案例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解设一个国家 里面的市民 平均的收入是一千元一个月的 他们平均住房 就用了四百元一个月 平均吃饭 就用了三百元一个月 那剩下三百元一个月 就是其他的用途 那 突然之间 有一万 有个魔术师 整了个魔术 其他的费用 也不是三百元 而是三千元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国家的市民 有没有经历到通货膨胀 没有 一样 是的 没错了 你如果以那个生活水平来看 是完全没有变 那些东西全部一样 但是呢 那个钱的代表就变了 以前一元 以前价值一元的东西 现在要十元才能买得到 但是呢 如果你从那个生活水平来看 是没有变 所以 如果我用这个想法去观察 今时今日 这个所谓 金融海啸 上次Alex也提过 他说 如果我们全世界的人 照常工作 照常上班 照常生产 照常种田 收成 那应该 不会有影响 我绝对同意 如果所有的东西 都是保持现状 这个金融海啸 其实是 自然就会消失的 完全是没有 没有那个作用在 因为生产力仍然存在 那 为什么 今时今日 为什么 那么大的问题 出现呢 那我就怀疑 首先我要说清楚 我这个理论 就 未完全成立 我只是在思考中 那我就怀疑 为什么 今时今日 美国的情况 突然之间 短缺那么多钱呢 就是因为 其实 就跟 袁医生说 那个 fractional money system 就是 现在今时今日 所谓的钱 是怎么造成的 这个原因是有关系的 就是 换句话 现在短缺的 不是说 任何东西可以 减低我们的生活水平 现在短缺的 只不过是 流通 那个 作为交换的 那一样东西 就是所谓我们叫做 钱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 今时今日 那个 外国政府 所有的所谓 救市计划 什么意思 就是我印多些钱 让你流通 上面有个钱 让你流通 那就应该可以 解决到这个问题 但是 我这样的 结论是有 假设了些东西的 第一个假设 就是 在 今次 这个所谓 金融海啸 里面 是没有 某些人得到 很大的益处 就是换句话 说 赚了很多钱 如果有的话 那就一定需要 某另外一批人 就蝕了很多钱 因为我刚刚说过 在某一个时间之内 全世界的生活水平 如果加上来 是一个定数 是一个constant 是不可以变 如果有人赚了钱 一定要有人蝕 那么 一平衡 我们世界应该没事 但是 如果 假设不是这样的情况 而是 有人赚了钱 但是没有人蝕 那就有问题了 意味着 什么呢 意味着 有所谓通货膨胀 就是 钱 代表的价值 就会降低了 但是 如果 是有人蝕了 有人赚 也有人蝕 或者 没有人赚 也没有人蝕 在我那个model 来观察 是应该没事的 政府 印多些钱 只不过 增加流通量 其实 那个流通量 以前都存在 就好像 你刚才说的 是一个数字游戏 根本 现在 我们所谓流通的钱 是 纯粹是一个电脑 就是一个 number 来的 在正常情况之下 没有时间 但是 如果有人说 开始要去提这个钱 那就出问题 为什么 因为根本那个钱 是没有现钞的 如果没有现钞的话 你个个去提 它是不够的 但是 要解决这个问题 很简单 我印多些钱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你印这个钱 不是代表有人得益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 如果是有人得了益 处 这个就是代表了 某些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如果是这样 其他的生活水平就会降低 那我们刚才 那个纪录片 有很多很好的数据 那我们 你刚才提及 就是有没有人得益 那么 那么我们 就是钱那方面 就是你这个数字 可以普遍大家都 升回 升回 10倍 你人工升回 10倍 那所有物价的表面价钱 都是10倍 那就是 其实是没有事情发生到的 只不过 你可能用那个货币的银码 是大一点的 就是 好像日本指下 用千、千、千、千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但是很明显 现在不是这样发生到 你看看 就是我们现在 所得出来的 这个世界上 那个 那个 经济 收入的资料 其中 他在那个 纪录片里面 有提及的 他说呢 如果我们比较一个 一间大财团 大公司里面的 那个最高级的 那个CEO 和他下面那些 工人的平均收入的 就是那个 倍数 他说 1960年 大概是 30对1 就是他多于下面 30倍的 到1998年 是70对1 就是高了成 74倍的 还有呢 我们刚才 James也提及了 其实真真正正的 所谓的 真值 就是我们的生活质数提高 是出于在什么地方 是我们的科技的改变 真真正正的 令到我们人的生活质数 去提升 是我们的科技的进步 这是真真正正的 当然科技的进步 令到我们能够 挖取我们的天然能源 的能力加强了 当然了 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 天然的能源 石油 煤 是有局限的 可以用到这样的 是会用尽的 当然了 我们的生产力的增加 当然生产力增加 背后也是什么 都是科技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 可以用机器做到 我们很多东西 可以用电脑 可以代替了 当然了 气候的因素 都是一个 导致我们 真真正正的 能否享受到 我们的财富 你看回另外一个 在纪录片的数据 是1970年到1985年 我们地球上的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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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越来越有钱,但地球上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穷,包括很多中产阶级人士越来越穷。 那片段经常说背后背后的什么原因搞到我们会是这样呢? 他解释是因为我们整个货币的基础是会制造一些不公平的现象,是会制造这些泡沫的经济,是会制造一些人类的痛苦的战争。 我们人类很多问题的根源是由整个经济体系的基础来的。 这次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还有泡沫在爆的时候,我们从来很少很少,起码在大众传媒里面有半句声音,企图换成人的根源在哪里。 这些资料是全部要我们在网上发挥得到的。 其中一个,我们会提出几个解票方法。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真真正正的不要再听大传媒所说的那一套,帮你洗脑那一套。 因为美国大传媒大部分是由四个大的机构控制了。 其实为什么有些人这么有钱,有大部分的人像我和你,这么窮。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小部分人是用钱去赚钱。 而这些钱是继续可以有酸失,或者一直衍生下去的。 我说的很简单,因为如果我现在需要五万元,要去赚钱。 那我要把这套努力士,升累俱下的人要,才有那几万元。 但我老板就不用了,他打电话就可以了。 打电话去银行,做个尽万借贷,价值还很低。 我给了这套努力士,升累俱下,还要比较高。 两个比较,你就知道。 现在我们看到有少部分人,是有钱到很可怕的。 你看看康城电影节,有一群人在康城,海滩很漂亮。 那些人不是坐飞机的,又不是坐游艇。 不是二十多尺,你那些二十多尺的游艇。 是百多尺,有上不有直升的那一尺。 那不是一尺,是很多尺,整个蓝腿那样去。 这群人是懂得玩这个银行的游戏。 没错,我绝对同意你们两位所说的。 首先,Alex,你刚才说的,现在有一小部分人很有钱。 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定理就是, 这个生活水平是固定的。 如果有一部分人很有钱,肯定其他人就变了窮人。 让我再说一遍。 还有,你刚才说的,其实有钱人玩的游戏是什么呢? 我讲得更清楚点给你们听, 其实我一早就已经知道。 我叫这个叫做Acid Gain。 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之下, 虽然那个原因跟你看电影《Zell Geist》的解释有少少不同。 但是我的理论一样解释得到为什么我们有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这个情况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那为什么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穷人越来越穷呢? 他们玩的我叫做Acid Game, 即是资产游戏。 什么意思呢? 因为如果你知道钱的价值是越来越少的, 即是钱代表的价值是越来越小的, 如果你聪明, 你又将钱一早就换成了所谓的资产。 因为什么意思呢? 在一个通货膨胀情况之下, 那些资产的价值, 代表资产的价值一定会越来越大。 不是代表资产的价值越来越大, 而是代表的钱代表的价值是缩了税。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通货膨胀。 所以呢, 有钱人个个都玩资产游戏。 我在70年代, 我在美国, 我已经跟人说, 我说你如果聪明, 你就要玩资产游戏。 那么其中一个资产呢? 其实讲到尽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资产的, 有几个大的, 其中一个就叫做地产。 另外呢, 当然是股票, 股票也是一个资产, 代表资产。 但是呢, 这个游戏呢, 就有一个, 币端在那里。 就是在太平盛世之下, 你玩这个游戏, 肯定呢, 你就会跑赢其他人。 换句话说, 越来越多人的钱, 就去了你的袋。 但是呢, 如果世界一乱, 你玩这个游戏都没用。 那时候呢, 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就是这个游戏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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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游戏都没用。 那钱是要人借钱的。 那他借钱的能力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说, 他是要有多少的资产的。 那我从10亿开始, 那10亿呢, 你就可以借出9亿, 那9亿又再10分之9, 那就是10亿, 其实你借到很多的。 好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突然间银行, 会突然间没差钱呢? 原来那个游戏有另外一个所谓规则的。 这个游戏就说, 到底银行有多少钱呢? 原来现时的银行界定价的方法呢? 其实说, 你有多少资产呢? 有多少资产呢? 是用市值来计算的。 那就是说, 其实由头到尾已经是空的了。 那接着呢, 就用了市值。 市值当然呢, 地产高啊, 那你借多些借贷给别人买屋的。 那你便感觉市值不高了。 那变成你的真正的市值呢? 那个价值呢? 那个资产价值呢? 是由市值计算的。 好了, 当一个市面的市值突然跌的时候呢? 那你的资产就低了。 那你一低的时候呢? 我曾经都说过, 你要借钱给别人, 你一定有所谓的资产。 虽然你又不用, 完全有三金白银, 从来都没有了。 现在根本从来没有增加白银。 只不过是一个口头的借。 政府说借你多少, 你出产多少钱, 多少银币, 那其实就是政府借你钱。 那其实你第一笔金, 就是一个这样的金。 是一个政府借贷的金, 是这样做出来的。 好了, 而你的市值到底是多少钱呢? 原来是根据你的市值的。 如果你市值一低, 那你连基本的资产都低了的时候, 那你便变成了放贷的能力, 就没有了。 那你为什么会看到呢? 就是突然之间, 那一家银行会, 那一家银行会, 那一家银行会没了, 会没了钱了。 那其实我们有什么做过? 你会在外面吃点两餐, 看起来看小点, 银行会比较少一点, 银行会比较少一点, 全部都没有人做过任何改变的。 你会突然之间, 这个情况会这样呢? 那其实我们香港人, 或者地球应该开始想想, 这个很明显, 是有很多古怪在背后。 那我们企图在这两个的, 那个纪录片, 真的, 我们大家要去看, 因为知道上面很多很多。 我们越多人明白这件事, 我们越多人可以采取行动, 做些事情, 就是改变整件事的现象。 我现在还要担心, 因为今次《金融海啸》之后, 有一个很普遍性的救市招数, 就是做存款担保。 即是说, 这个世界各大工业, 包括各大城市, 即是明天, 即是新加坡也宣布了, 在一个时间之内, 就担保存款的安全。 但这个其实, 其实你想想, 挺危险的。 你想想, 如果这个世界, 即是公司不会倒闭的时候, 现在公司叫银行的时候, 你看看, 挺危险的。 即是说, 现在你存钱在银行那里, 而银行知道这笔钱, 就不用害怕, 就算我怎么亏法, 将来政府会放回去。 你问我是银行, 那你又说, 我会玩什么游戏呢? 最高风险的资产, 即是赚钱到我袋里, 你们就是赚可钱的利息, 是否有政府包底。 很有趣的。 我知道市面有些机构, 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民意调查, 到底问你是哪些人赞成, 哪些人反对呢? 而民间一般人都是反对的。 我曾经解释, 反对的心态就是说, 赚钱就是你赚, 赚钱就是你赚, 赚钱就是纳税人, 其实是用这个心态去反对的。 但很有趣, 全世界政府都是不理会去做的, 即是很明显, 本来是一个空穴来的,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空穴来的, 由头到尾都是一个空穴来的。 这个空穴是一些国际银行家, 令到美国的政府, 由歐洲开始, 有很多银行家族, 由欧洲开始, 制造战争, 两方面是借贷给拿破仑, 借贷给英国, 大家互相打架。 刚才James说, 在战争里面, 我们的生活质数会减低, 但其实对银行家来说, 他不是的, 他是对他有很大的利益, 他可以借钱的。 我们刚才也说过呢, 因为我们要用这个ération אר编产系统, 所谓的fractional reserve system, 即是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可以来, 变向你可以另外些, 但还会变得很多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银行会对你让空钱, Valentine's 去产收显 antь胶 어머做现, 其实从来没有钱 从来背后没有黄金, 只不過我叫银行, 我就可以让这事借钱给你, 你需要信他就可以了, 接着呢, 他不是借钱为你那么简单, 他还需要付十分任割, 他还需要收利息的。 利息背後有什麼金錢的基礎呢? 其實是空上之空的,所以入也是沒有的。 你看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是反對收利息的。 因為其實有錢人愈有錢,窮人愈窮就很簡單。 有錢人就可以收利息,我可以一百萬收利息,一千萬收利息, 一億收利息我真的可以硬硬腳, 但窮人來說,要負責利息就是,不單止自己已經辛苦, 賺了少許錢,還要還本,還要還利。 可以這樣解釋,這個紀錄片的好處是, 它整個解釋了整個人的問題,災難性在哪裏, 還有在最後,我們真的要逃出這樣的困境, 其實我們是應該去做些什麼? 我同意你說,利息的確是一個問題, 是,引起很多問題。 我想回到你剛才說的,就是, 今次這個金融風暴, 其實你如果看回背後的所謂資產, 是沒有變,完全沒有變, 那為什麼在沒有變情況之下, 突然間會搞出這麼多事情?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無論,根據我的看法, 根本就是因為,我們用了錢來衡量東西, 即是好像你用一把橡膠尺去量東西, 就肯定會出問題。 你拉長一點。 或者我加一點, James剛才說的無變, 其實就是, 他無變是說, 那家屋仍然存在, 那是無變的。 只不過, 你說他屋的價值, 是跌了很多的。 但實實在在, 你這輛車仍然存在, 你這家屋仍然存在, 你生產的能力仍然存在, 其實根本是無變的。 只不過, 我們就在銀碼那裏, 你這家屋仍然存在, 你所需用的自然資源, 電燈, 那些電油, 其實是沒有這麼大變的。 既然我們沒有什麼看見, 是實物的這麼大變, 為什麼經濟會這麼大變呢? 其實James剛才所解釋, 大家要了解那個所謂無變是什麼意思。 所以, 我就是, 如果我用這個, 觀點去看這件事, 我就看得到, 如果每個人, 生活是照常的。 所以, 有時候, 香港的高官, 其實說得都對的, 你不要打亂陣腳, 你不要去擠提, 因為你一走去擠提, 你就引起那個所謂錢的短缺, 其實對資產沒有影響, 但因為引起錢的短缺, 可以使得銀行一塌, 銀行一塌, 那些股票就不值錢。 換句話說, 雖然那些資產仍然存在, 但是那個價值, 那個觀點, 是變化得很大, 有些人可能會得到億, 但有些人引起很大的損失。 換句話說, 這個, 用這個我們所謂錢的這件事, 來衡量, 就會引起很大的波動, 一波動之下, 就會有人損失, 有人得益, 這個所謂的穩定, 就沒有了穩定, 沒有了穩定, 最後損失都是我們, 因為為什麼呢? 當你, 譬如今天那個, 曾特首都有提到, 就是什麼呢? 他就說, 這個金融行事還未去到香港, 因為為什麼? 他預測到, 明年, 香港的訂單會減少很多, 那為什麼呢? 以我的觀點來看, 就是因為那個動盪, 在美國和歐洲的動盪, 引起, 可能有些公司會倒閉, 引起人呢, 就失業, 當人失業的時候, 他當然是沒有, 首先他沒有工作, 他不可以繼續生產, 是不是? 他不可以生產, 他沒有錢, 他當然不買東西, 會引起一連串的效應, 使到最後, 整個世界, 就陷入這個所謂衰退, 其實這件事是不必要的, 為什麼呢? 如果每個人繼續做事, 每個人有生產能力, 這個世界應該是和現在, 是沒有分別的, 繼續是維持的, 生活水平是這麼高, 唯一會引起分別, 就是當公司倒閉, 人失業, 一失業之後, 就會引起一連串的問題, 因為當一個人一失業, 這個人就沒有了生產力, 這個沒有生產力, 這個人是一個drain, 是一個出口, 我剛才說過生活水平的出口, 不是一個入口, 是一個出口, 變了會拖低所有其他人的生活水平, 所以, 我也是同意, 爭特首, 和我們的司長說的話, 香港人不要, 起碼自己人就不要搞亂陣腳, 當然呢, 希望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不搞亂陣腳, 全世界的經濟, 繼續保持平穩, 這樣呢, 香港的訂單不會減少, 當然呢, 我們在香港就沒有辦法, 影響到別人怎麼做, 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希望, 如果全世界的公司, 它不會有倒閉, 假設這個政府, 所謂救市計劃, 我願意借錢給你, 等你渡過難關, 等公司可以繼續營運的話, 我想這個世界應該不會有大問題出現, 其實呢, 我們趁這個機會, 因為背後那個理念,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容易可以掌握得到的, 我剛才一直這樣說, 我們照樣吃東西, 我們照樣娛樂, 即是我們那個胃口沒有改變, 我們那個消費那個意欲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所以,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這麼大的波動呢? 其實背後呢, 就是我們那個所謂的金錢那個流通, 還有借貸那個能力, 即是我經常就說, 為什麼我們那個經濟那個波動呢? 是build in的, 即是不會終止, 是必定會出現, 即是好像我們那個musical chair那樣, 那個片段有很清晰說的, 即是有五個人, 但只有四張椅子而已, 那大家就輪流輪到去霸位, 到時音樂一停, 僅是一個人被淘汰出來的, 即是說, 現在我們這個經濟體系裏面, 是造成一個現象, 是必定出現的現象, 就是這個musical chair, 一定有人被淘汰的, 好了, 其實, 真正了解問題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一個心理因素, 因為, 銀行到底值多少錢? 你的地產值多少錢? 全部都是心理因素, 由頭到尾, 那些石頭會突然變得更漂亮, 價值更多了, 其實可以這樣說, 由頭到尾都是人為的因素, 令到我們所謂的價值值多少, 那為什麼會出現呢? 因為我們整個貨幣制度的關係, 即是我們用貨幣來衡量我們很多價值的東西, 而我們的貨幣是基礎於債務, 即是正如說, 總之, 有人去舉債, 第一政府舉債, 接著就有錢出現了, 接著銀行再借給其他人, 接著銀行, 也有所謂的 借他錢, 也是一個債來的, 有一個空東西的, 接著, 他也有所謂的credit又多了, 借錢給人的能力又多了, 由頭到尾都是一個零, 一個空殼的, 即是說, 如果大家真真正正了解我們整個地球, 整個香港經濟, 都是一個空殼, 你相信我就行, 你不相信我就即時崩潰, 大家不去借錢, 經濟就直接變回零, 問題就是這處, 如果我們整個經濟是基於借貸活動的時候, 我很容易控制你, 我認識一個朋友, 瑞士人來的, 因為他參加, 他是加入一個組織, 而這個組織呢, 是比當時一個銀行家, 是覺得是一個邪教組織, 不喜歡他, 結果他怎樣呢, 他就收緊他的銀根, 就不借錢給那個人的公司, 那人就立刻崩潰, 即是說, 我這個整個經濟是很容易被人操縱的, 即是我銀行, 我要你生, 我就借錢給你, 我要你生, 我收你的銀根, 所以整個銀行就說, 就是落雨收傘, 即是美國看到的, 我剛才給你, 為什麼會加插那個經濟殺手活動呢? 其實整個國家都是這樣被人玩的, 都是用這個借貸的手法, 令到你負債, 那個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也都是這樣的, 經濟殺手活動, 即是說, 不要說個人的層面, 整個國家的層面, 都是這樣被人玩的, 好了, 如果我們的地球人, 不要說香港人, 地球人一天不了解這件事, 也可以救市,救市,救市, 政客就為了, 怕地球經濟會崩潰, 這個地球經濟會崩潰, 遲早會崩潰, 因為整個制度, 是預定崩潰, 不過是遲已早的問題, 我們現在不崩潰, 重新來檢討一下, 其實不用怕的, 什麼叫崩潰呢? 你跟我一樣在做事, 我一樣在體政, 你一樣在上班, 其實什麼都沒有變, 唯一一樣變, 這個遊戲呢, 是被人設計, 都是要這樣玩的, 那他還要繼續玩下去, 還未曾醒過, 好了, 這個片段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經常在香港, 更好大人動, 經常這樣說, 經常說個問題, 經常罵罵罵, 鬼用嗎? 誰都會罵, 但問題是怎樣解決呢? 好了, 大家有機會再看這片段, 我塵了我小小的記憶和筆記, 他說, 我們第一件事要了解, 整個問題是因為我們貨幣的制度, 是造致出來的, 我們地球人的生活質素改善, 最主要是我們的科技的改善, 我們現在的, 我們之前都說過, 免費能源, 或者是大自然的無公眾的能源, 不要說免費這樣也好, 其實我們是有足夠的科技, 是將我們地球人的生活質素, 是全面提升的, 只不過因為我們這個貨幣的制度之下, 我們是需要競爭的, 我們不能夠有一個充足的環境, 我們不能夠有所謂叫做abundance, 因為有abundance, 它就沒有profit了, 其實整個制度的本質就是這樣, 我們不能夠有地球的人滿足, 我們一定要有, 我們都要禁止它, 變成我們要製造scarcity, 由這個所謂的scarcity短缺, 我們就需要競爭, 有需要競爭, 我們就要玩它設計給我們的遊戲, 性格的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香港人, 讀經濟, 我都在大學讀, 讀到我一頭霧水, 我都不知道讀什麼出來, 完全不了解的, 到今時今日, 到現在, 才開始真正了解, 其實背後的道理, 其實不是那麼難了解的, 解決方法, 第一, 要將我們這個, 我叫做Banking Fraud, 這個整個大騙局, 揭露出來, 怎樣揭露呢? 上網看這兩個片段, 有機會將這片段, 不斷放給你的朋友聽, 好了, 它亦都很實在告訴你, 譬如現在我們認識的銀行, 譬如City Bank, JP Morgan, Chase Manhattan Bank, Bank of America, 這些我們要製造它, 因為這個整個騙局是他們製造出來的, 我們作為一個消費者, 我們是絕對有能力改變這個地球的, 你找一個人上去, 找一個奧巴馬上去, 然後找一個人上去, 其實都沒有用的, 所有任何的美國政治, 你以為有的民主政治, 是有自由, 有選擇, 其實從來你都沒有的, 當然你是被人在背後控制的, 好了, 這是第一件事, 我們要將整個銀行的編告, 揭露它, 將我們網上給你看的資料, 自己看了, 了解, 看一次明白, 再看三次, 網上還有很多資料, 將這些盡量給多些你的朋友知道, 第二, 整個美國的大傳媒, CNN, NBC, ABC, FOX, 背後全都是這些大的財團, 是控制的, 美國四個, 所有的傳媒都是美國四個大財團的, 現在這個地球呢, 是在走一條, 叫做Globalization的, 這個地球, 然後地球一體化的, 其實背後是誰做皇帝, 誰做主管呢, 其實就不是我們選出來的那些人, 根本是那些美國的跨國大財團, 跨國的企業, 那些人是正在運動的, 好了,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是, 不要再受這些大眾傳媒, 不斷幫你洗腦, 第三, 在美國的環境, 就boycott the military, 就是不要參與任何美國軍事的東西, 因為, 現時的美國的軍隊, 是不是為美國人服務的, 不是為你打那些恐怖分子的戰爭, 真正正正是serve那些大財團, 整個背後就是現在的就是這樣, 好了, 第四, 他叫你boycott the energy companies, 所有我們現在的電路來源, 石油公司, 我們盡量製造一個生活, 是我們可以在能源方面, 是可以自給自足的生活, 在這種環境之下, 我們才能夠脫節的, 我認識, 我們有些在外國, 美國人, 加拿大, 有一位叫Dr. Shislin Lantock, 她寫了一本《Medical Mafia》, 她最近, 她就是正正拒絕填那份入息稅,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美國政府, 在加拿大政府, 從來沒有一個法例, 是給政府, 是可以徵收你入息稅, 是要你去填入息稅, 是全來沒有這個法例的, 其實很多人了解這件事之後, 他們認為我為什麼要納稅給政府, 進行這些恐怖活動, 在地球上, 來到傷殘這麼多人, 所以說, 我們現時的整個經濟制度, 包括我們很多所謂的, 表面以為民主的選舉活動, 根本這些全都是過時的制度, 我們重新, 要設計一個, 由我們那個, 它叫做resource base, 即是我們資源為基礎的經濟制度, 是依賴是我們科技的設計, 因為我們的科技, 基本上是可以完全, 是可以製造到我們一個大同社會, 一個滿足地球人所有需要的社會, 但因為我們這個貨幣的制度, 是製造很多這些所謂的競爭, 這些表面無謂的競爭, 因為大家要謀取利潤, 而做出很多人類的痛苦。 最後, 他就說, 我們要製造一個critical mass, 要多些人, 多些人, 多些人, 多些人了解這個問題。 好了, 我們今晚的時間, 都過了少少了, 希望大家有興趣, 或者有沒有興趣都好, 希望大家, 將我們剛才說的資料, 和網上幾個紀錄片, 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會製造一個所謂的critical mass, 是足夠的群眾的人數, 我們就有機會將這個地球變得更加好。 好了, James有一點補充, 是嗎? 我們下個星期將會討論, 如何建造這個新的世界。 非常之好。 一個可能的做法。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夠了, 我們就, James和李永康, 今晚跟大家說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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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再見! 星期再見!